何遭领虐痛扁 妇骂凶手畜生不起诉 高雄这名35岁红细男子前年被打得浑身是伤 下手的竟是他的好友31岁男子杨家旭 前年2月杨家旭怀疑妻子与被害人游染 妻子随口坦诚出轨 他要妻子约对方到摩帖 找来军中同袍痛扁他 还用牙刷沾牙膏刷他下体 将热容胶加热后滴在他身上百般淋虐 事后甚至拨佛经 要他自行改过 被害人三天后才趁戏脱逃报警 杨家旭等人落网后 各被判刑两个月 到一年四个月不等刑期订宴 并需赔偿被害人80万元 杨家旭与妻子事后也离异 但去年6月高雄高分院民事庭审理时 被害人的父亲因不舍儿子遭虐 当庭痛骂四名打手畜生 反被控公然侮辱 检方开庭时被害人父亲坦诚骂人 但强调对方说没钱赔偿 却有钱请律师 这种行为简直跟畜生无异才出言不逊 检方认定父亲对儿子受虐发表言论 因属言论自由免责 昨天将证明父亲不起诉 动新闻高雄报导 未经许可逓与 未经许可途中